《華盛頓州大馬合法法》 他們這麼高興, 在午夜過後, 在西雅圖這裡, 食大馬, 再不是甚麼不見得光的事。 美國華盛頓州和貨羅拉多州, 上個月經過公投, 通過大馬合法法。 其中華盛頓州, 更加率先在上個星期四生後, 成為美國第一個合法食大馬的州份。 西雅圖順理成長, 成為大馬之都。 根據新規定, 21歲以上的人可以擁有1盎司大麻 但又在家私下吸食 有調查發現去年美國有1700萬人 承認自己吃過大麻 不過有精神科醫生就警告 吃大麻每10人就有一個人會上癮 還有部分人會精神錯亂 有幻覺和幻聽 真是千萬買點